记者汤世明彰化报道,清明节连甲即将于今晚开始展开之际,国道1号南下203公里花坛站被道,今晚惊传三辆大货车与两辆轿车连环追撞事故,造成多人轻撞伤,现场严重回堵至彰化交流道,事故现场由国道警方处理中。 国道三队警方指出,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天晚间六时时,国道1号彰化南下203公里花坛站被道传出五辆大小车辆追撞事故,其中一辆大货车占用路肩,另一辆大货车打横占用三个车道,事故现场一片凌乱,共造成多人受伤,事故也造成后方迅速回堵至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。 国道警方巡逻车与这户车已赶往现场并厘清事故发生确实原因。 由于昨天在国道1号南下216公里才传出一死三伤的重大车祸,今晚又传出五辆车连环追撞事故,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与国道行车应放慢车速以测安全。